没错 现在如果要买房子的话 大家都说什么 要抢钱 为什么 因为现在贷款很难贷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抢房 因为其实现在物件 大家说其实有部分地区 也很难找到物件 所以如果你看到喜欢 就要赶快下手 尤其在哪边 就在新竹 大家都说现在是一房难求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就透过数据 带大家一起来看 大家说新竹买房真的好难 好 房产增加就说 确实现在是供不应求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新竹这边 就是因为科技相关的带动之下 其实房市其实非常的好 甚至房价还在涨 所以我们就看到 像是在竹北 那它的代售率只有多少 只有17% 所以专家就怎么说 说你口袋就算再生 也不一定买得到 就表示你再有钱 也不一定可以买得到 那如果我们用 整个大新竹地区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互存率 只剩下0.75年 卖压极低 好 什么叫做卖压极低呢 专家也就说了 其实现在很多屋主 看到贷款这么难贷的状况之下 种种因素 他觉得麻烦 所以他干脆呢 等到可能明年后年 状况比较稳定了 他再拿出来卖 也因此可以看到 物件相对就比较少 但是刚刚讲到 这个关键是什么 就是他其实是因为 种种的因素 比如说贷款很难贷等等的 不代表说他的房价低 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竹这边 大楼的新建案 还是站稳四字头 那当然如果以竹北来说 我们刚提到了 因为他的房市还是很好 所以大家就会选择怎么样 来投资这边的房地产 我们就来看到这一位 他是插旗竹北 他说稳赚不赔 在竹北当包租工 那他就教大家有三招 哪三招呢 第一个就是要以台积电为原心 那车程要选择半小时 也就是他通勤的距离 那要在半小时之内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受 第二个部分 则是要选择新城屋或是小斋 为什么呢 他就说其实在新竹这边 大家的这个薪水都还蛮高的 所以部分的人都会选择说 我空间小一点没关系 但是我希望我的屋里可以新一点 再来就是 他说要跟房仲交好朋友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有打折的优惠 所以他靠着这三招 你可以看到他月收租多少 10.9万元 甚至投报率来到了2.2% 好那当然这个买房子 大家都会注意什么 有没有闲雾设施 再来还有什么 就是说有没有这种高价桥 因为高价桥有时候会 叮叮叮叮 有点吵嘛 那可是你知道在新竹不受影响 我们就来看新竹人他们怎么看 他说竹客人不吃这套 那网友就说 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高价桥 旁的房价受到影响呢 那人家就说 这要口袋够深 才有资格在意 那也有人说 其实竹北有高铁 也有台铁 甚至也有高价桥 但是看起来都没有受到影响 新竹房仲怎么说 他就说 其实在巨城商圈旁的 这个高价桥的社区 你不要看他在高价桥旁边 但是他很快就卖掉了 那他说其实像是噪音啊 成满啊 其实可以靠这个 气密窗来进行阻绝 那他也提到了 其实买家更关心的是什么 生活精能 还有交通便利 确实如果我们从新竹来看的话 像是东大路啊 生平路等等的 多高价桥 但是不受影响 他就说风水问题 其现代人看得很开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 生活推幅话题 再把时间召唤主播 房市从6到8月立即了 新清安的严审 以及房屋贷款 满水位的风波 这干扰的层面 基本上是城污市场 对于预售来讲 影响性稍小 因此建商们 都在最后档题 要全力的汹汹汹了 今年北台湾928档企 推案量达到2600多亿元 比去年同期的实际推案量 成长了800多亿 这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都算房贷借不到 这拍楼 这边指的拍楼 不是叫你去做监犯科 去A钱去贪污 而是说不要去借高利贷 毕竟现在很多人 这房贷贷款下不来 交屋足即将违约再及 面临的是15%的违约金 可能很多人急了 借不到钱 会去选择高利贷 但是一旦真的借下去的话 往往是万劫不复 我们来看到这一张图表资料 你会说真的有这么多人 借不到钱吗 如果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整体的大环境流程 你就可以发现 从去年的新清安开始 您看到因为房价 开始甩尾飙升之后 造成大家去抢贷 简单来讲 借款的人变太多了 根据银行法满水位 就必须限制这贷款的部分 好 贷款被限制了 现在贷荒出现 房屋的部分难道会变成 解约潮吗 的确有些即将要交屋的民众 会遇到尤其首购族 因为这个资金不太够的关系 很有可能贷款下不来 就会发生 必须解约 那么建商是可以没收 15%的违约金 小老百姓哪来这么多钱 或者是有人会跟着建商达成 共识不会收到15% 但有建商也担心 他们会不会跑去找高利贷 但这么做 可能就真的掉入万劫不复的陷阱 举个个案给你听 假设你跟高利贷业者 接1000万好了 他说你房价会涨嘛 涨个50%可以赚500万 那么我跟你算一算的话 你最后还是会有300万获利 但实际上 实际算下来 这个利息是利滚利的概念 所以最后你要还他1600万 简单来讲 就算你房价真的涨到50%了 那么还是不够还这高利贷 也就是说高利贷真的千万不要碰 好 此刻这些有资金需求的人 可能跟爸爸妈妈掉寸头 或是跟农领余会 还有跟合作社来借钱都借不到 还有什么救命法宝呢 你有想过受险业者吗 其实在10年前 跟保险公司来新增这房贷户 还蛮热门的 2013年全台有24万人 做这样的一个借贷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你发现 只剩下2238人 只剩下6% 因为其实保险公司的 新增房贷户的部分 其实贷款额度没有那么高 而利率部分跟过去来讲 其实也没有银行好 但现在钱就是借不到啦 那么受险公司也许可以考虑一下 毕竟有些受险公司 规模也蛮大的 甚至因为因应现在这房贷的部分 其实也有最低2.2%的这样的利率 但是还是要注意 跟所有的贷款都是一样的 利滚利最后越欠可能是越多钱 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资金状况 第二个部分 如果你签的是保单的话 也要留意本来有的保障或是保护 最后因为您违约可能会失效 以上是这一节推播资讯 再把时间还给温华 连锁咖啡店多纳兹在高雄 左营华夏路上三角窗 外观招牌都已经拆掉 店内灯亮没有营业 这家店无预警熄灯 附近邻居都错愕 被当务啊 被当务啊 原来不臭啊 怎么会一下子就说不出的 这家多纳兹已经开了八年 六月才以八万元续租 七月还真财 但是九月一号突然洗灯 连招牌都秒拆 屋主还立刻在网路上重新招租 引发议论 屋龄二十六年的一二楼透天 有241.5平 如果以多纳兹月租金八万元来算 单平才331块 续租时只有短租到十月中 现在还在租期内 屋主租金寒涨 而且一涨涨2.5倍到20万 在地人透露是租金暴涨 店家无法承受 屋主重新招租 竹打高铁滑下三角窗 使用面积大 只租一楼开价20万 租金八万一涨涨到20万 众人吃惊 不过房纵认为是回到租金的合理价 百平左右 那我们租金也是有到八万五左右 在那里如果租金是20万 其实我是觉得也合理 靠近高铁 附近交通方便又是商圈 搭上台积电进驻 男子产业园区不算远 让这里的房价 租金回到疫情前水准甚至更高 多拿支加盟珠考虑后撤店 会再找附近其他店面重新开张 三角窗的店面现在不算吃香 20万月租租客买单吗 还得再观察 东森新闻崔贤雅在高雄报道 后生轰隆隆 新建案举行上凉典礼 这里是小岗森林公园前的重化区 新建案预计新建地上17层 地下4层 主打景观两房或三房 虽然是高雄市区最南边的重化区 距离台积电所在的男子区一南一北 但房价也跟着涨了上来 位在高雄小岗的这一处新建案 总共有590户 目前已经卖出去了7成都 而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今年的成交均价 大约落在1平32万元左右 开战日全小岗最贵的预售案 打开实价登陆网站 预售案最新成交的价格 1平36.1万元 不过回退到今年5月 更高的价格出现了 1平36.3万元 创下新高 距离高雄市区 同样半小时车程的男子 因为靠近台积电 房价涨到下下降 而小岗在现实合并前 因为工业区和机场噪音等问题 房价还是店底的一开头 没想到这两三年飞速飙涨 预售案的价格 1平已经超过30万元 这一波房价涨幅里面 算涨幅最小的 小岗其实还有少部分二字头 其实我们在嘉义 已经都推到四字头了 最主要还是工序的问题 以及市中心核心区域房价的 外扩效应所带动起来的 交通方面 小岗有国际机场 中央斥资880亿打造的 新航下计划 2032年一起就要完工 这也带动了整个小岗的商机 不管是产业投资或是观光发展 周边的生活机能都会跟着提升 季陶机之后的第二大国际航空城 就距离新建案两公里多 价钱真的有些地方真的太夸张了 对 高雄还能接受 还可以接受的 房价现在台北真的是有点贵 假如比较便宜的话 这里都蛮舒服的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近几年高雄发展快速 房价值值标 就连市区的最边缘 小岗区也来到了三字头 房市热络 也让人看到高雄的均衡发展 东三新闻 我正林嘉义在高雄报道 房屋移动 接着移动盖 工人努力赶工中 土城重跨区新案 行情价再度刷新 区域记录 由于附近临近土城工业区 还有顶部捷运站 一基未来的三阴线 目前传出新案单品 已经站上了八字头 有点夸张 其他区板桥 大概八十几也是买得到 买到这里好像有点差距吧 觉得还是很合理 因为我印象中 北部都是这么贵 因为靠近捷运 未来空间应该还是很大的 不过看看这一年来 当地平均成交价格 约落在七字头 真的不夸张 新北市第一环 板桥 钟永和 新店与三重 如今更传出 每一瓶成交单价 来到七至八次头 甚至有些已经突破百万大关 然后附近也有 零鼓客气园区 就有很多上市公司 鸿海 郑威 铸创 都在附近 这台园区 里面有好几千户 所以变成来讲是说 之后这边就业人口会 越来越多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 居住的需求 最新数据 全台住宅开工量 光是七月就爆出1.7万 创下史上新高 主要原因就是在赶工中 因为土地融贷款 已经有紧缩迹象 甚至传出 央行在走月的监理事会 也有可能扩大七都之外 第二间房贷款陈述限制 因此出现加紧抢贷 就怕后面面临资金压力 东森财经新闻 正志伟邱小倩新北报道 在推播时间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现在的房贷水位快满了 这是什么样子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银行他们借出的 房贷的最高上限 已经有13个银行都已经是 逼近满水位 快要借完了借满了 那么现在大家就说 现在好像是房市比较热 但是却是房贷最紧的一个时刻 像是这个公股银行的主管 他的例子他就说 现在热的真的只有价格而已 像是在年初的时候 大约是1000万的建物 但是在年中间的时候 涨到了1500万 那么如果以这个房贷八成来估计的话 就增加了这个400万的贷款金额 但是现在除了说 这个大家现在去买房 然后因为这个价格比较高 所以大家一直去借钱 所以水位才快满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现在大家似乎不想还钱了 为什么大家不还钱呢 甚至他们不还钱还拿去增贷 然后再把这笔钱拿去做其他的用途 我们来看看现在就有人说 主要都是因为 目前盛行的是投机风气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还钱是一件很笨的事情 那么就有人说 现在包含像是房贷 或是信贷的这种双贷组 已经是创下12年的新高 而且整个台湾整体来说 这个还贷款的速度 还在逐年的减慢当中 像是这个半导体工程师 他就说 他当初花了800万元 然后在苗栗这边竹南买了一个新屋 结果买房子买完之后 他想要买车了 但是没钱怎么办呢 很多同事跟他说 你去增贷吧 他本来其实还半信半疑 认为说 我真的可以增贷 带得出来吗 结果他一贷之后 增贷将近400万元 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原因是因为 他在这边买的房子 现在已经涨价了 所以他增贷金额又更多 所以等于说 他去买完车子还有闲钱 或者是说 他不想要把这笔钱还回去 他干脆拿来投资买股票 其实还有其他的案例 像是下一章我们来看的是 这个也是有人靠着增贷 想要再做别的事情 像是这一个房贷组 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说他去 有了房子之后 他再增贷 再买一间房 而且就把这个增贷的金额 把他拿去付下一个房子的投期款 然后再把这新买的房子 拿去出租或出售 结果他就可以开始赚取 他所谓的被动收入了 那么另外就要来看到说 我们本来的印象 上一辈的人都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有贷款 当然赶快去还清 身上不要卑债是最好的 但是现在年轻人想的不太一样 他们是想说 趁着现在 这个利率比较低的时候 赶快把它借多一点来 把这些钱拿去投资 拿去累积财富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很多人认为 还钱是一件很笨蛋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来看看 全球上面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台湾现在的借钱速度 真的越来越快了 这个是家庭借款的余额年增率 台湾在这里 我们超过越了澳洲 美国还有日本 还有南韩 是这些国家里面 借钱的速度借最快的 所以很多人说 现在我们的年轻人 大家其实背的是三种贷款 叫做车贷 房贷 还有信贷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 一直不断的贷款下去呢 很多人就说 当然除了有些人要投资之外 但是有一个风险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说 如果接下来股市或房市下修的话 这三代族群 可能就会变成失落的一代 但除了年轻人 可能会遇上贷款的问题 也因为这种房贷的问题 也导致可能中小型的建商 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一个倒闭潮 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核贷延迟了 所以也就导致说 这个交务的状况变得不好 后续还有售后七八成的资金 根本没办法入账 还有现在工资 工料通通上涨 所以这些中小型的建商 他们可能会缴不出 他们的土地融资 或者是建筑融资 因而就会面临到倒闭的状况 没想到现在因为这个 房贷的水位 逐渐的快要接近满的状况之下 引发了非常多的问题 也引发了很多的人的关注 以上是这一节推播 月薪两万八千元 真的可以买房吗 就有年轻人在网络上发问了 他想跟妈妈一起来买一间房子 可是他跟妈妈的月薪 各自都只有28K 所以算了一下 他们两个能负担的房贷极限 最高只有22K 不过他们两个目前 自备款是200万 不知道可以买到多少总价的房子 想请网友帮他算一算 而且他的确有条件 他想要在新装买中古屋 可是听说如果说要买公寓 很难跟银行贷款贷到八成 所以如果想要买新建案又买不起 是不是就只能暂缓这个买房子的想法呢 很多网友就告诉他 你现在准备这个200万 大概只够付两成的头期款了 建议你还是要备到四成比较安全 而且你这个房贷极限 实在是抓得太紧了 一个月这样算下来 你们两个56K 还是抓来1万5左右 你的生活会比较有保障 而且真的有网友帮他算回去了 反推下来只能买到600万总价的房子 可是他刚刚说了 他想要买在新装 但是现在600万在新装 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现在高房价已经不稀奇了 连带着影响着高利率以及高房贷 所以平成了新三高 房市新三高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全国价格指 全国的住宅价格指数 是已经连涨了23季 也就是相当于将近6年 这个房价指数是没有掉下来过的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最新一季 在2024年的第一季 平均房贷金额已经突破950万 来到了977万 而且五大行库的平均房贷利率 目前是已经来到了2.19市 突破了这15年半以来的最高 那为什么利率是不断的在往上涨 就是因为这个房贷的水位即将要满了 所以现在银行的这个房贷余额 已经是捉襟见肘的状况下 他们就必须倚架质量 当然提高利率之外还要延长审核时间 可是没有想到 申贷量还是非常踊跃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短期内房价的利率 是没有办法来下降的 所以因此多污足就首当其冲 他们可能会面对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贷款乘数不足 可能接下来必须要再多筹备 其他的资金去填补这个坑 那接下我们来看到 就来帮大家算一下 这个利率往上调到底会差多少呢 假设你的房贷只贷了1000万 采用本息摊环这个宽限期 一样是5年的状况 目前这个地板利率 刚刚提到2.19 那我们宣算2.185好了 你30年的总利息支出要来到408万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往上再提一点 来到了2.5% 那你的这个30年的利息 就会变成470万 就跟现在已经差了62万 那如果它的利率持续不降 再往上拉来到了3% 那你这个利率来到了572万 就会等于你必须要来多付164万这么多 几乎都可以买一台车了呢 所以现在过去租不如买是现在的买房主流 就是因为星期安带动了 首购市场的热潮 它利息有补贴 又有比较长的宽限期 所以你平摊下来 这个短期的月付金额 如果是低于租金的状况 当然现在的进场诱因比较大 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拉回到现在 如果只要它的这个利率 是突破了2.5%的话 就会与这个租金投报率大平 也就是说它租房子 绝对是来比卖房子划算 所以接下来如果你的利率 持续不降的话 卖房真的不如租房子 以上是这节最新 现代令想持续发酵 虽然政府一再强调 没有所谓现代令 不过不止购物足 民怨四起 现在在房市第一线的房众 一样笑苦连天 林小姐你好 今天带你来看这个房子 其实你是我9月份以来 那个带看的第一组客户 要不是接受访问 冯先生9月以来 还没有带看任何一组 有意买屋的客人 主因就是现代令消息 风风火火 大家都说贷不到钱 因此有意买房的人 干脆也延后买房计划 也难怪冯先生说 以往每天至少带看 三到五组 8月中以来 一个礼拜有一组 就要偷笑 最直接影响的 就是薪水 现代令之后 基本上就是零成交 所以也就是零奖金 基本上就是 变成一个零的一个状况 首先面临到 就是人员的离职 那离职完了之后 就会有可能会面临到倒闭草 各房仲也会整自家 8月成交惨况 跟7月相比 永庆 信义 住商 台湾房屋 月减率都超过两成 中信房屋 月减也达16.4% 信义房屋更透露 六都中 以桃园和高雄 月减近三成最多 房仲业的业绩减少的话 自然而然 装潢等等 一些下额厂商 它的业绩也会受到 一定程度的影响 所以如果说是 以整个产业萧条的部位来说 你相信影响的层面 其实会相对比较大 房市降温 新屋装潢需求跟着下降 专家点出 不止房仲业 严重可能将面临倒闭草 装潢家具 家电等产业 部分业者专门锁定 新城屋或老屋翻修 前景同样 不乐观 我们可能新房子的案件 会变比较少一点 因为买新房子的人比较少 自己家要翻修的人 是不变的 专门做新房子的 有针对新的公司 可能影响就比较大 家电业者则透露 最近一个月 人潮还没有显著减少 但外界担心 如果房市持续冷却到年底 多少会有隐忧 就怕现代令 影响的不只是 想买房的民众 整个产业 从房屋买卖 到装修家具家电 都受影响 引发连锁效应 东西新闻 卢志姐 林河荣台北采访报导